嗨 大家好 我是陳秀欽 你要請問嗎 請問 我現在有點激動 因為我剛剛跟他們 第一次跟他們一起看 我看了三四十次 因為所有的後製 我現在還是很激動 所以兩個人是怎麼樣 還要讓嗎 好 我先講 其實這個故事的一開始 有很大的部分是 就是自己感情經歷過的一款 從你不得不一個人 到接受人最後終究是要一個人的事情 沒錯 對 再加上 這個案子要落實成劇本的時候 肯定跟修欽討論 我們把網路上流傳的 或一部讀書表面 套到這個戲裡面來 然後其實剛剛很多人在說 這個戲是一個偶像劇 其實我不認為它是一個偶像劇 我只是想要做的是貼近生活的戲 就是你看人家有共鳴 這是你身邊會發生的事情 這對我來說應該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是身邊會發生的事 就是尤其是剛剛看到很多 就是你敢不敢一個人去做什麼 敢不敢一個人去做 我剛剛在台下都想說 我到底敢不敢做這件事情 我剛剛也在問自己有沒有 那問一下那個製作人 自己是不是心裡有過這樣子的經驗 當然其實就是杜導他在裡面寫了蠻多的經驗 對所以其實很多人看了都沒有很有感覺 包括說喜歡一個人就是寂寞的開始 其實很多人都應該有這樣的類似的經歷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剛剛杜導說 他不覺得說他是一個台友上級 我們認為他是一個 他融合很多的都會生活議題的一部 精緻的台語劇 真的 他看起來真的跟平常的台語劇 呈現的樣子 就是有一種文青感 就是不一樣 對 老實說其實在過去 我們大家看到的影視作品裡面 台語劇他常常會有一個大家很激平的樣子 所以他可能是屬於某一個地區性的 或是有歷史感的 或者是比較長壽劇型式的 那如果我們常常在一些 國際的影視平台上面看到西班牙的語 或者是韓劇 他其實是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類型 為什麼台語不能創造一種 我們還沒有看過的劇情 那如果剛剛大家在看這個片話之後 也會說 其實我有點忘記他們在說什麼了 我其實關注的是這個劇情 那這就是我最想找的一件事 也蠻多人問我這問題 然後一開始其實覺得 應該是一個很爽的事情 但是後來發現 他其實在現場的煎熬是兩倍 怎麼說 首先 你自己在寫這些文字的時候 你是在電腦前創作 然後當他要落實 我們要跟演員一起把它變成影像的時候 他等於是一個再創作 對 那過去其實我之前當編劇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堅持的事 就是我還蠻不希望現場導演 或是演員改我的劇本 但是這一次其實我自己改了還蠻多 自己改自己的 對 結果發現說 與其讓演員去強迫他們自己 去遷就那個對白 還不如讓這個對白是融入他們心裡面 就要把這個情感跟對白吞進去 自然 跟他自己的話講出來 那他才會用以上的方法 傳達到所有觀眾的心裡面 大家也才會有共鳴 對啊 然後這次演員真的是太棒了 每一次 對 但是 還在哭嗎 太愛你 好